現在也是介紹另一支腳架 Gerzino 這支比較大型的腳架 型號是PX428QC 我們先開箱看看 好 先看看腳架 嘩 還蠻大的 這支腳架是為視頻拍攝用的 即是小型機 小型那些錄影機可以用到的 這個手袋也蠻漂亮的 蠻紮實的 這個手袋也蠻好 好 先把手袋放進去 好 先把手袋放進去 先把手袋放進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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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把手袋放進去 這支腳架給我一開出來的感覺 高級很多 這個是網民的碳纖架來的 碳纖腳來的 對 好像一些編織網的形狀 非常紮實 摸上手 很有高級的感覺 這支是為視頻使用的 細緻位置 稍後慢慢跟大家說一下 它這個重量是1.95kg 最高大概是150cm 有一點點 稍後就會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是4折的 碳纖維是11層 還有一個扭出來的 單腳架的設計 可以扭出來當單腳架用的 單腳架這個位置扭出來 有一個金色的螺絲 哇 很漂亮 這個 好 稍後我開一支腳架給大家看一下 好 扭進去 扭啊扭啊扭啊 好 行了 還有鎖位置扭的 我比較喜歡扭的 因為我又不是那麼喜歡扣的 扭的 扭的我覺得始終是比較方便的 好 我就開一支腳架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這支腳架 我們開出來看一下 非常之好扭啊 這個又真是 好 這個就是最高的高度來的了 好 下面這裏有個勾 可以用來勾一些物件 這個就是一個影片頭 因為它有支棍子 可以上著部機的 對 上著部機可以 等一下 棍子可以這樣拿出來 這個控制的機 還有它有一個 等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 對 波頭了 波頭可以這樣轉動的 鎖的 都很油壓式 感覺都是 手感很好 我想到部機那裏試一試 你看這些位置 都非常之好啊 這支腳架 放手 它都不會說一下就掉下來 碰到一支腳啊 有個彈弓的感覺 有個彈力的感覺 還有左右轉動我覺得都非常之柔順 對 非常之順滑 不要說柔順 非常之順滑 有一點點阻力的感覺 再調整一點扣位 阻力的感覺會更加好的 非常之好啊 我覺得這個是 用這些細機去拍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支腳架非常之好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支可以長短它 不過拉長一點可以OK的 還有這個手柄可以轉到另外一邊那裏 非常之好啊 這支腳架 這支腳架賣多少錢呢 其實本來這支腳架都接近3000元 但現在在我這裏買 只是1880元而已 那大家如果對這支腳架有些什麼問題 又或者想看看這支腳架的質量啊 功能是怎樣呢 可以來我們旺角店去實際試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